大家好,欢迎来到表书坎世界 我现在是在密苏里州 今天下午三点半,开车出来 出来的挺晚的 本来说要开六个半小时 要开到应该是一个叫格里纳的城市 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堪萨斯州 结果呢,出来太晚了 然后一路上要看的东西很多 所以呢,也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能够赶到堪萨斯州 所以我这一路上 首先我是从我那儿 伊利诺伊州的 有一个地方呢,叫Motorhead Grill and Restaurant 这个呢,是一个我们当地最大的 一个66号公路主题的 一个酒吧餐厅和小型的博物馆 我是从那儿作为起点出发的 然后呢 我的第一站呢 是在伊利诺伊州的境内 叫Collinsville Collinsville也是一个小镇 然后呢,那里面有一个 那个镇的一个路边上 就是66号路边上 有这么一个170英尺高的 实际上是个随塔 但是呢,它把随塔呢 做成了美国人喜欢的那种叫做Catchup Catchup就是这种西红柿酱的那个瓶子的造型 是一个瓶子 上面画的是世界最有名的最大的西红柿酱瓶子 在那儿停留了 拍了几张照 然后又接着进入这个密苏里州境内 密苏里州境内我们的第一站呢 是一个小村庄 那个村庄呢叫Fanning 这个Fanning的这个小村庄呢 其实不大 但是它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摇椅 那个摇椅非常非常的高 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我一直在赶路 在赶路 因为这个天黑的比较早 所以也没有说拿着这个摄像机啊 来做任何视频 就是拍完照赶快就走了 不过呢,在我的微信里面 还有主要是微信吧 我的脸书还有Instagram 我都会发这些照片 然后离开Fanning呢 再开一个差不多十分钟 就到一个小镇叫古巴 Cuba 那么这个镇呢 最有名的是它的壁画 但是我到那已经挺晚了 天差不多已经黑了 八点了 那么很多壁画就看不见了 因为它也没有装灯 这个有几幅呢 倒是安装了灯 我倒是拍了照 然后在那里有一家有名的餐厅 也是66号公路在密苏里州啊 一个比较有名的餐厅 这个是一个烤肉餐厅叫BBQ啊 这个密苏里应该叫密苏里 HickBBQ 那么这个餐厅呢 也是五香口色的啊 所以在那里点了比较传统的什么烤豆啊 什么烤猪肉的这种烤猪肉啊 还有美国人喜欢吃的Green beans 就是绿豆 实际上就是钢豆了啊 就是青钢豆 水煮青钢豆也没啥味道 不过呢 这个餐厅里面啊 这些装饰都是挺乡村的啊 有点像中国的农家乐啊 外面有个 外面的装饰也挺好看的 也有一些66号公路的标志 所以我们 我离开了那里 吃完饭已经是八点多了啊 然后接着又开了两个小时 差不多十点钟 十点多钟 到密苏里州的一个比较大的城市 叫斯普林菲尔德 跟我住的城市是一个名啊 Springfield 实际上呢 这个地方呢 距离我真正原计划想去的Galina 可能还有一百多英里 但是实在是天太黑了 而且又在下雨 所以就不能赶到那儿啊 今天晚上就在Springfield下榻 这是我第一天 实际上也就是从下午四点钟到现在的十点六个小时的旅程 明天呢 继续朝Galina这个方向进军 明天我可能时间稍微充沛一点 也在路上实地拍一些视频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订阅表述看世界啊 这个呢 是我的66号公路之旅的第一天 好 晚安 还看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